明天我嘉賓是一個國際研究人名 這樣也熟悉的 但我們明天也沒什麼話說 只是今天這樣 你始終要在後天多些話說 我們要合力 要記住如果川普當選 鮑魚是馬一送一還是馬二送一 馬二送一 馬二送一是 即是三百八成二 即是七百多元 三罐十二隻 一圍桌剛剛好 慶祝 既然你這麼好 鴨腺一樣 馬二送一 既然你這麼好 我的十六頭 吉品乾包 都是不會做 因為我都這麼想名的東西 我都買到不夠買 我也不捨得的 所以真的和大家普天同慶 我買到不夠買 但我反而 現在六人限聚領 我可能在短期內 會搞一個在我局風公司附近的酒家 因為他說可以的 搞一個六人一張桌一圍的聚餐 但那裡不多 妄罪 妄罪 而且我是很離譜 我是語諸全體 有包子有情 應該不會超過三百五元 可能我希望做到三百五元 嘩 很便宜 但如果 如果川普真是贏 我簡直是好一點 不要太煩 我就抽 抽成 二十位 我不知道他買不買到二十位 六個人一圍 因為現在限聚了 限聚了 二十位 他是二十位 我就抽一些網友報名 我請 不用付 你拿多少錢 拜抽獎 我請 你有沒有 萬鈴七 我可不可以現場歌舞座慶 當然 網友說這樣不是多好 我給你歌 這麼破輝 你要給我多一點的毛區 到時我們會收下大家的意見 六人做不做到 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的餐很麻煩 他們的餐很麻煩 他們的餐很麻煩 六人出一半 通常是比較划算的 為甚麼呢 例如一碟東西這麼大碟 你一半好得肉酸 所以那碟通常是我們研究過的 就多一點是比較划算的 例如我做六人盤 大家記住我都做盤菜 準備做冬、過節 除了買啤梨鮑魚 都可以是我的包心划算盤菜 例如我做四人盤 做四人盤 你沒理由 他四個人吃 我沒理由做四隻鮑魚 四塊 帶子這麼難看 無論如何都是出六塊 所以是半圍 我不會划算 如果特朗普贏 六人一圍 他應該二十圍 同學說 我擺盤到二十圍 你不想那麼煩 到時報名抽 抽 或者先到時就這樣 像演唱會票一樣 不想要給 幾多錢 你們倆坐去 咦 又是沒有的 下一節拿到錢出來 好像演唱會票一樣